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寻找消失的歌手 通过听前奏猜歌名的形式 寻找那些回顾耳熟能详的歌曲 好 来吧 来来来 我听前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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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吧 当 当 你为啥跟你们要说 哦哦哦 不是 别激动 没事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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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知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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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笔声音大吗 哈哈 请子琪姐回答 当 回答正确 哎 亮哥 亮哥很厉害 第一个音就知道 笔快呢 大家可能会有那个 所以你必须得大声 对 我知道了 我先 请杰哥回答 这首歌是我们从小就听的歌 跟当很有关系 叫做雨蝶 回答 正确 为了表示我的抱歉 我希望大家回头去听一下 子琪跟亮眼的那个版本 雨蝶还是很好听的 好啊 好啊 我知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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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锡琳回答 爱的城堡 爱情神话 爱的城堡 爱的城堡 证据 这个应该 柯群哥不应该 知道吗 柯群哥应该知道吧 这个你听过吗 我帮他写过歌 对 你帮他写过歌 你刚刚都没动吗 你刚刚 完全 我帮他写过歌 但不是这一首歌 不是这首歌 不是他只给别人写歌 他不听别人的歌 我照一下牌 没想到 不至于吗 你这个 冷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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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知道 一二三木头人 回答正确 这是 我小时候好喜欢听黑歌 天哪 那个剧 这首歌是插曲 对 这个歌确实也是 一二三木头人 对 对 对 请仔细姐回答 爱要弹 荡荡 回答正确 好 今天真的来了很多我们的老朋友 然后我们在时光里面 认识的歌手 然后给我们青春留下很多印记的歌 然后从时光音乐走出来 大家都是在音乐里面成为了朋友 然后互相的记忆有了这个交集交叉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温暖 所以很开心 能够大家来到时光音乐会 这么多新朋友 老朋友 互相成为朋友 谢谢大家 吧 好 太创洷了